大家好 这里是小高WTT中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 马龙4比0战胜梁静坤 决赛他将对阵小将林诗洞 赛后 马龙提到了这天也是恩师秦志俭的生日 秦志俭曾是马龙的主管教练 帮助他走向大满贯之路 如今已是拼携副主席 被认为是刘国梁的接班人 和马龙有很深厚的师生情 马龙虽然专注于乒乓球 但是对于恩师的细节却没有忘记 自己营球后还没忘秦老师的生日 所以他趁着这个机会表示 今天这个场合还是很重要 因为今天是秦志岛的生日 希望能给他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 不过赛后有一名记者太八卦 采访时问龙队 今天会怎么为秦老师庆祝生日 马龙直接笑着回怼 我怎么庆祝 我让大家知道今天是他的生日就是最大的庆祝了 此前有人认为马龙很乖 但是秦志俭却对此有过明确回应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认为马龙特别乖 是从面向上看吗 马龙外表的确看着乖 实际上却很有个性 秦志俭的白发都是拜马龙许心这对反骨师兄弟所赐 从龙队这次回怼记者就可见一般 女双决赛前 孙颖莎也很搞笑 她穿着一个大棉袄 因为个子又小 后场时坐在椅子上的她就像个小球童一样 不愧是国拼的开心果 属于行为艺术家 这次赛事的女双决赛同样是国拼内战 陈兴桐前天一 3比1战胜队友孙颖莎王毅迪获得冠军 孙颖莎王毅迪获得亚军 四局比分 12比10 12比10 3比11 11比7 国际拼联主席佩特拉索林 是个又高又瘦且年长的女性 颁奖仪式上因为冠军奖杯太重 她甚至都快蹲下去颁奖杯了 显得十分吃力 看来奖杯的重量确实应该优化一下了 接下来的女单决赛 孙颖莎王满玉将再次上演奥运冠军对决 虽然两人的水平旗鼓相当 但自从去年亚锦赛之后 王满玉就再也没有在国际比赛中赢过对方 孙颖莎则是五连胜不败 所以这次的胜算也相对更大 但相信谁也不敢说自己能稳赢 都可能会有什么意思